那接下来的这个部分 我们要讨论的是爱情跟人际关系 我们除开爱情以外 我们最常见的人际关系 如果以自我为中心的话 第一个就是家庭中的关系 家庭中的关系呢 我们大概先出生的家庭叫原生家庭 就是我们当小孩 别人当爸妈的这种家庭 那原生家庭呢 就会有亲子关系 那亲子关系大概分成两个类型 一个类型呢 就看亲双亲的有无 就是爸妈都在的 那你就是所谓的双亲家庭 那只有爸爸或只有妈妈的 或者只有阿嬷的那种 就单亲家庭 那单亲家庭的社会的污名非常的多 那其实呢 单亲家庭所出现的问题 很多其实也是双亲家庭中会有的问题 可是在双亲家庭中会有的问题 他就不认为这跟双亲家庭有关 然后在单亲家庭呢 他就认为这跟单亲家庭有关 这个就是路灯下找钥匙的特别的一个例子之一 这个故事我讲过 你就把你认为这个很重要的东西 可以找到东西当成就归因到可以看到的地方 你就没有注意到问题的发生 其实在双亲单亲之下 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所以除了亲子关系之外 另外一个可有可无的就是 手足关系 就你的兄弟姐妹 叫手足关系 那现在很多人是单亲或 单子或少子 单子就是大陆所谓一胎化 所以就少了手足关系这个部分 那这会有什么影响 不知道 因为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大规模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尤其中国大陆一胎化以后 那这个情况多少年了我还没好好去算 那这个对于小孩的影响到底如何 这个如果中国大陆的来的留学生 你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这是人类史上没有出现过的这么有计划的 单子化家 那没有手足以后人类社会是什么样的 因为有手足不表示百分之百的好 不表示 特别是有权利的家庭 有金钱的家庭 有钱有权的家庭 手足关系往往成为 争权夺利的第一靠敌人 那没有手足关系反而好像好一点 但是这是社会的这种有钱有权的人 在一般人来讲 手足关系就分好关系跟坏关系 简单讲 所以没有了手足以后 朋友是否可以取代 有人认为朋友是可以取代的 我曾经在有一个学校请我去演讲 开评餐饮学校 我可以讲 这校长很有想法 问我说 孙老师你对于这个学校有什么建议 他先考我一个问题 我见他第一面的地方 人家就帮我宣传说 孙老师很有想法 他坐下来就说 孙老师你对于垃圾有什么看法 校园垃圾有什么看法 我考这考得太厉害了 我说我建议大家带一个垃圾袋 学校不设垃圾桶 带一个垃圾袋 看他能撑多久 垃圾袋会满 你就知道垃圾的问题 校团听完 觉得我这个人实在太有趣了 然后他就问我更多的问题 我发现我都有答案 我真太厉害 句点王嘛根本是 然后我的答案都非常有趣 我身材提供了一个东西 反正那天有句很多话是 你讲了我才知道怎么想 你不讲我也不会去想 他说孙老师 那天他们有家长 大家一群人就开会讲什么 然后问我对于这个学校 学生有什么建议 我说我建议家 既然有家长在 我建议大家在台湾 就玩host family制度 大家都住在别人家里 就愣在哪 我说因为大家现在手足少 那同学感情呢 你希望同学能学会人际交往 那爸妈又担心小孩 那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一子而教 古人早说了 那一子而教现在不太可能嘛 那就把别人的儿子也带来 大家互相呢 就是你规定呢 一个学生呢 这个学期必须在别的同学家住 差不多几个礼拜 比如说你要跟五个同学来往 那你就要在五个同学家住 五个礼拜局地来讲 那当然你要跟学家长先讲好 要配合 你住到别人家嘛 住五个礼拜嘛 今天你在他家住 他这反正电脑都可以排出来的 这是很简单的 行政上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但效果非常宏大 因为你到别人家去住你就会注意礼貌 你在你自己家你随便了 你到别人家你就不能太随便 懂吗 彼此都不能太随便的时候 我们就学到基本礼貌 我讲完我都觉得我该得诺贝尔奖 结果他们校长很高兴 希望跟家长会配合 能够做这种 就台湾的人就自己来搞 house family 到别人同学家去住 我说目的是什么 这是教育目的 生活教育品格教育 你教自己的小孩不好教 你教别人小孩容易一点嘛 那我们对自己的爸妈有时候不礼貌 对别人的爸妈你就会礼貌一点嘛 就这样嘛 我自己讲就这样 不要什么教什么 你就靠着这种住在人家家 你就会比较礼貌一点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各位都去别人家住过嘛 如果有同学 你在他家过夜什么玩电动什么的 都有一些规矩嘛 简单来讲那就是这样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idea 可以列入我的奇想世界之一 不过这个有没有学校实施我不知道 因为在国外有学生来 台湾有house family 我们学生去也有house family 所以这个我的这个交换 一指而叫的这种 大家当的house family 因为我今年暑假 这个跟刚好跟有一群 那个福能社的人 有点来往 然后那个去大家去吃 就是吃拜拜 结果呢有两个从欧洲来的女生 来台湾念高中 那他们那个福能社的那个社友 就是帮人家当成house family 然后说他们的小孩去那边交换 也是住在别人家里 那这个已经在我提出交换 交换住宿很久以后的事情 那这个制度非常的好 然后我问过那个有些人说 到底那些 你们可能有些人碰过那欧洲来 这边念高中的念 我说那怎么沟通啊 他说哎呀第一个礼拜 好像真的问题会大一点 到了一个月后 那基本沟通都没问题 青少年都很容易彼此了解的 然后听的音乐也差不多 什么都差不多 那你们如果有人有更好的经验 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听到 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 交换互相了解 然后学一点规矩 不然的话爸妈没好好教你 学校大概也不会教你 那也许透过这种大家互相在生活上的学习 不要把教育看成那么严肃 一定要在教室里 如果能从生活上学习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我曾经建议台大的宿舍要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一人一房 第二个要有厨房 一人一房尊重隐私权 那这个我应该也讲过 因为现在不管什么性别 友善宿舍都在还在 我都认为是很传统的格局在思考 我那个是现代格局 朝向未来的思考 因为一个人一个 那个你就会自尊自重 你要做什么真正的你家事 不要杀人放火就行 你杀人放火就法律办你 那其他的就是厨房 厨房你要会处理自己吃东西 而且呢你要能够这个 大家吃饭的时候就很容易聊天讲话 那你有公共空间 有私人空间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生活教育 你都没有这个每天叫你去吃宿舍 吃哪里 这对你们健康是很大残害 那没有那种隐私权的那个 这对大家的民主精神训练 是很大残害 民主就是真的尊重对方 还有少数服从多数 这才玩得下去 少数硬要不服从多数 这是玩不下去的 最后很差的结果会出来 好那人一块除了家庭这块之外 家庭这块其实在现代社会里面 已经刚刚的意思 我从这种这个 互相住宿的 已经告诉你家庭的概念可以扩得比较大 已经可以扩得 人际关系扩得比较大的 把别人也卷进来 把别人也卷进来 就相关的同学可以卷进来 你如果在台大实施的话 其实很容易啊 台大没有那么多宿舍嘛 但台大有很多人是local的人嘛 某种比例的人 这是可以研究出来 那某种比例的人 你就可以问台大的家长啊 现在反正也有什么的亲师会 为什么这种这种会的 问家长愿意加入这种 host family制度的请报名 现在每个人家可能要 要腾出一个房间 可能来讲 可能不是太严重的问题 好 那就把南部来的同学 你申请宿舍是一种申请法 你申请host family是另外一个方法呀 你住在别人家 你南部爸妈也放心啊 我跟你讲 那爸妈放心 你住在别人家 还住在宿舍里 你觉得 我觉得你爸妈放心 住在人家家里 然后到时候你爸妈 就跟那家人就发生关系了嘛 对不对 会感谢对方嘛 照顾我的小孩 然后就把什么 好吃的芭蜡也寄来了 好吃的莲物也寄来了 对不对 大家就互相联络感情啦 天龙国人就开始跟 非天龙国人就来往了嘛 就透过你们 就变成大家就彼此就 排除了很多不认识的时候 陌生感嘛 然后他要放假来看你 然后或者 请你们这个放假来 来高雄玩 来台南玩 来什么玩 那台北人 天龙国人就有机会 就是蹭龙出游了嘛 对不对 那就看一看嘛 我觉得不仅是学生 同样 假如学校 公立学校都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那南部的人 台北到南部去念书的人 也可以有这host family制度 也可以住在人家家里 你可以贴补人家一点费用 那个水电啊 什么的 就比宿舍少一点 那这个制度就 实际起来不就很好呢 尤其交换生 交换生更应该 因为他们来台湾 时间有限 就不应该住在宿舍 都应该有 不管是教授 或者这边的某些团体 接待交换生 让他生活上 就可以了解 台湾人是怎么生活的 一样 我们出去交换别人 也要求是住在别人家 不应该住在宿舍 或者两来一年 半年住在宿舍 半年住在内 让你有各种生活都能接触到 这样你的生活会更丰富 那我觉得这就是台湾 如果要做可以做的 全世界都没有人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做 就是台湾第一 我们的大学 卖不卖世界一百大 这暂且不论 但是我们在这种措施上面 如果能领先全世界 这是不得了的台湾精神 核的精神 让大家都来 让大家能够彼此 在生活上彼此认识 就不会有一些政治上 或其他上方面的隔阂 那大家沟通 听到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这才是 迈向大通世界的一个 稳健的办法 化于无形 不要做的 好像只有政治上的 什么条约签约 然后干什么那种严肃的事情 从老百姓彼此愿意做 做起 然后亚洲的人 或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做这样 那我将来世界安老岛的计划 就更容易实施 我现在想的 都是这种 如何让全世界的人 真的能达到世界和平 我想的不是空想 那这跟选美小姐一样 你的愿望是什么 世界和平 这都是世界小姐讲的 我虽然不选世界小姐 我想法跟她们是一模一样 长得当然差太远 所以这个人际关系里面 一个部分是家庭 讲的多了一点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朋友 所以我刚刚那种 在学校里面 用host family制度 然后把家长者卷进来 把朋友跟教育卷进来 然后第三个 其实关系就是师生 师生关系其实在社会里面 最被忽略的关系 很可惜 因为你现在的人 如果活八十岁 你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时间 是在学校里度过的 而且在你最青春的时候的时间 大概都在学校度过 你说非洲那种 教育部普及的国家之外 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在教育中 那教育都度过里面 你就碰到最多 就同学跟学生嘛 跟老师嘛 就这两种关系 那如果两种关系 你都不去注意 那不就是师生关系 我们师生关系 该怎么做呢 大家都完全没有什么规范 有的过度礼貌 有的过度冷漠 就在两个极端 这是一个我觉得 不太好的制度 如果照现行的 所以师生关系 也是人际关系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讲 亲朋好友 那老师在古代人 还天地君亲师 儒家最尴尬的地方 是儒家五轮 没有包含老师 这是儒家最大的错误之一 因为孔子本身 就是以老师身份 跟其他的学生 发生的关系 这影响到我们后世 至少在儒家文化圈里面 很重要的有点关系 那这关系 后来竟然没有 接下来讲 很可惜 所以亲朋好友 这是人际关系圈子里面 很重要的 那当然你们到现在为止 有所谓Facebook朋友啦 本人现在也有Facebook 也有Facebook朋友啦 对不对 有些人就是本人的 Facebook朋友啦 那我上次说过 如果你要加入老师的朋友 你就告诉 写个信告诉老师 不然我常常不知道你们谁是谁 第一个照片认不出来 要不然你照片照得太漂亮 要不然你照片更没照到你 照到你家的猫 照到你的下半身 我那天看到一个同事 看起来是他的名字 结果他从这里照 照片截图是从上半身到 没看到头 难道我要再把照片往上推 会推出个头来吗 所以我都不知道 那有些人的名字 拼得怪怪的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谁是谁 所以跟各位同学讲一下 加入我朋友没什么好处就是了 只是我也没说要冲向5000个这样的话 毕恒达老师在N年前就跟我说 他朋友已经报了 所以现在怎么只能加入订阅 他是报纸吗 他订阅 我觉得好奇怪 法律系李茂生老师好像也报了这样 这两个人都是我认识里面 超级早就用的这个Facebook 然后常常会上面发表心事的人 我基本上只在课堂上发表心事 我干嘛给你们发表心事呢 干什么呢 我发表大同世界理想 新中山没有完成了 我来继续 他没做好的 我继续做下去 这是我们姓孙的直至 好 那在人际关系里面 也是一样的一对概念 就角色跟角色组 你在学校是学生 你跟我的关系 你就是我的学生 那到了外面去 你如果在那个什么店打工 火锅店打工 看到老师 那当然那时候你是店员 我是消费者 对不对 那这个关系要改变 那如果呢 是我在卖东西 你来买东西 那那时候我就不是老师 那我是店员 你是那个 我们以前国中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在卖家里 卖烧饼油条 非常尴尬的是 那个镇很小 所以我们的考卷呢 老师就拿去包油条 在以前 不像现在 所以你的考卷如何呢 吃完豆浆以后 大家都知道 全程人都知道 哎呀 这个顺中心考第几 然后多少分 我们的卷子全部都是 就是有点油油的而已 看得很清楚这样 有点小尴尬这样 因为老师不用把考卷发出来 以前又节省 以前不像你那么讲究 油墨会沾到油条会治什么 哎呀 以前有的吃就偷笑 你们现在 有的吃还得讲究那么多 真的很辛苦 还有角色紧张呢 跟角色冲突 角色紧张是同一个角色 同一个角色内部呢 因为权力义务的这个矛盾 造成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你都当学生 对不对 那当学生的时候 有一堂课要期中考 有一堂课不用期中考 那你要怎么办呢 其实你们都没角色紧张 只是我想穿角色紧张 那我就翘这堂不考试 去考那堂要考试的 对不对 或者我在这个 要不考试这堂课 打开课本 去看那堂 准备要考试的 其实严格来讲 这都是角色紧张 因为你两个都没做好啊 那少数同学会不管 考不考试都来 会来发现 其实他是来旁听的 因为他没有这个角色紧张的问题 那角色冲突是指不同的角色 你当儿子 或者你当男朋友 跟你当学生 这角色要求不同 比如你当学生 基本上要求 你要来上课 你的女朋友要求 今天下午 你就跟他吃火锅 那你要听女朋友的 还是要来上课 然后你就自己变通一下 发现这堂课是爱情社会学 老师一定很强调爱情 那我去照顾我的爱情去了 就去了这样 那后果怎么办 那你就自行负责嘛 以前有学生来上我的课 那时候我还没教爱情社会学 那就充分忙忙的 戴着那个安全帽 那时候机车 在法学 法律学 叫社科院现在叫 以前我们叫法学院 从从马上跑进来 说老师 我今天不能上课 我说为什么 我女朋友跟我分手 我赶快去解这个问题 我说那赶快去吧 他再去了 然后上课就少了他一人 骗差助于少一人 同学说老师 听说他去处理女朋友的问题 我说对啊 我说这种情况 情有可原 因为这是性命攸关之事 反正我也不点名 你就去吧 就很多人想当场就跑去这样 那关你们什么事 人家是真的有个情感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啊你 这有时候 有时候这个第一个人做是英雄 第二个人做就变狗熊了 懂吗 那所以角色紧张跟角色冲突 是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同一个角色之间 面对不同的角色的问题 一个是不同的角色 这个之间相互的要求 或者权力义务是冲突的 那另外还有情境中的角色 情境中的角色又不是你平常 assign的角色 比如在班上呢 你希望你做什么 做一个上课都全勤的学生 有人上课立志全勤 有人上课立志得A 立志全勤比较容易 因为控制在你 立志得A比较难 因为控制在老师 就像你们的欧帕堂这个制度 这我有没有讲过 没有 有 有 好那有就不用再讲了 我真的讲太多了 我是不是已经没东西讲了 我是 好 接下来呢 情境中的角色 那另外还有角色规范跟反规范 其实我们在社会中呢 你不管这学什么 其实都有 常常就正反的两套 学校教你的是一套 社会上或你爸妈教你的 常常是另外一套 譬如说啦学校永远教你见义勇为 路见不平要赶快要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呢你在社会上呢就告诉你 别乱搞啊 别的事别管啊 你管你麻烦啊 所以呢你在学校学见义勇为 出去就要讲不要乱管别人的事情 个人至少门前学 修管他人瓦上双 这我从小学就学到 小学也学到见义勇为啊 那可这不是矛盾的冲突吗 就一个叫规范 应该叫做反规范 跟之前的主流的规范 所以能想到一个 大概都可以想到另外一个 所以这也就是不同的人 因为自己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 学到了不一样 有钱人家的小孩 你会学到警察是来帮助维持社会秩序的 中产阶级小孩也会这样子认为 可是你假如下层阶级的小孩 你家是摆地摊的 你家是一天到晚会被警察追着跑的 你对警察的看法就跟中产阶级上小孩的看法 就不一样的 你不会相信正义这种事情 你可能会看到警察收红包的这种肮脏事情 可是呢你假如是中产阶级上 你就不会看到警察收红包这种事情啊 你就警察是服务人民的啊 警察爱护人民的啊 如果你还是警察家庭 你可能更认为警察是很有尊严的 赚钱赚那么少 做那么多事 所以因为你的情况不同 你会对同一个人或同一种角色 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那回到这里来 那人际关系 现在有时候会叫人际网络 或有时候叫social network 社会网络 那这个因为这个社会 现在叫什么 social media 这叫社交网络 或社交社会社交社群 这概念出来之后 social这字又复活了这样 那家庭内呢 有夫妻关系 有亲子关系 有手足关系 刚刚有讲到 那担心家庭 通常夫妻关系就已经不见 那出现最明显就是亲子关系 那如果还有两三个小孩 那就手足关系 那家庭外呢 亲戚 有血缘的跟非血缘的 那也有这个朋友 师生 如果将来各位在外面做事 还有同事的关系 那这些关系都越来越淡 所以呢 有些人会告诉你 你可能不太知道 所以你在大学要交朋友 大概大学是最后 能够交到知性朋友的地方 你到社会上做事 大概很难交到朋友 尤其大家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时候 大家在公司里面可能都是你真我多 耳鱼我诈 你当然要交到朋友的机会不多 不过你们现在有社交网路 你可能在社交 在那个上面交到真心的朋友 也不一定 但是大学里面你至少看到 最后的机会看到真正的人 那跟你在网络上看到的片面的讯息 是不一样的 好 那这个有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日益的 Weno Weno应该是 下野还是上野 下野 Anyway 就是这样的人 跟Adams两个人他有分类 他认为人际网络或者叫朋友圈 这我们一般的说法 有大小的问题 那他研究北考量来到莱纳州的退休的移民 发现朋友跟好朋友的平均数分别是40人跟8.5人 什么样你有多少朋友 这有一个他们界定的方法 每个研究者略有不同 这个研究我现在不太记得 但以前他们有人研究说 你怎么确定什么是你的network 说你呀 美国人的生活 圣诞节一定要买礼物送给对方 这是美国人逃不掉的事情 所以呢他就问说 你在圣诞节的时候收到几份礼物 就是你有多少朋友的一个指标 我们在台湾 你如果要研究 你有多少个朋友该怎么研究 该怎么做 我有Facebook的朋友 多少人 对不对 但是我的Facebook朋友 有些是只是我学生 有些是真的我的朋友 有的还有我高中同学 以前很要好的朋友 那这个就程度是不一样 虽然你们都是列为 一我的Facebook朋友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那一样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现在如果要说你们跟谁是朋友 电话簿 你的手机的电话簿是一个可能性 但电话簿里面包含 只有联络过一次的人 会有老师 会有真正死党 像这个都是程度不一样 你要注意到 所以美国人他发现有40个 大家这40个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绝对的数目 然后平均是8.5人 好朋友的 有40个朋友 但平均只有8.5人 所以大概是多少 五分之一左右 五个朋友里面会有一个好朋友 有的时候 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太太晚上电话比较多 因为她朋友多 我太太有一天就说 你怎么晚上都不打电话 你没朋友啊 哎呀她讲得对啊 晚上怎么都不打电话呢 奇怪 我是不是真的没朋友呢 我说那只有到我死的时候 你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 朋友总会来嘛 对不对 她说你怎么就死了呢 对不对 就哭了很伤心 那就我朋友嘛 对不对 我说你怎么就死了呢 欠我的钱怎么还呢 那就不是我的朋友 对不起 这理论上是个笑话 好吧 我那么卖力还演成那样 好 所以这朋友跟不是朋友 我太太就觉得以电话 有没有电话来那个 我们大部分男人 我后来就很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大部分男人很少朋友 或者说我们不是以电话 打电话的那个来确定 我们俩是不是朋友 有些人是以打球 我不是 因为我不太爱运动 有人用打球来确定 他是不是好朋友 或者是不是朋友 会固定了登山的活动啦 或者什么的这样 那老师现在参加一个读书会 那读书会的就算我的朋友 现在算一算 所以我现在交友圈 又比以前大 以前我在睡觉 睡到自然醒 现在没有啊 到礼拜六 闹钟钟到七点 我就开始起床了 开始念书了 开始要去参加读书会了 积极的很啊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 所以我太太很高兴 说你终于有朋友了 还是不打电话 还是不打电话 然后那读书会 有一阵子我管点名啊 谁不来都要跟我告假 所以我就常常在礼拜六早上 就这样 然后就啊 我今天学长 我今天不能去 就切到简讯 然后我就说 今天有13个人来 啊 怎么样之类的 这样 也蛮有意思的 我就没想到 我到这个年纪 会参加这样子的事情 好 那年纪大的成员 也比较多的朋友 那当然累积的嘛 你们年轻还有什么朋友呢 你们现在有朋友 就已经是 有的人可能就是终身的朋友 有的人你们大学毕业 就不联络了 我的高中同学 高中很好的朋友 后来念大学 大家都不念在一块 就不太联络了 一直到30年后的同学会 大学同学也是一样 搞了四年 有些人很好的关系 到后来出国出国 当兵当兵 结婚什么 反正就这样 然后又30年不联络了 然后30年后 同学会又见在一起 人生很奇怪的 少数同学会 一直会有联络 所以办同学会 有人来干嘛 我跟他在大学四年 从来没讲过话 我干嘛来参加同学会呢 那有人觉得说 好吧 以前没讲过话 那现在来讲话吧 这也是 我参加同学会 很多人真的也没讲过话 然后我们最近要参加 又有同学会了 大学同学会 然后报名的人数非常少 因为第一个 有些名单不太完整了 这也是个问题了 报名人数非常少 所以这是同学的问题 各位应该注意到 你们有些研究 跟这有一点点关系 第二个呢 是网络密度的问题 跟全貌的问题 跟可递宜性的问题 你的朋友 跟你朋友的朋友 算不算朋友 这个A等于B B等于C 所以A等于C 在数学上是成立的 叫可递宜性 可是在人际关系上 A是B的朋友 B是C的朋友 那A跟C是不是朋友 这就不一定 这就不一定 我以前呢 我一直是个怪人 不管在什么时代 我好像都是个怪人 有一次我一个朋友 跟我说 你怎么会跟那个人 交朋友 他很怪 我说他讲的 跟你一模一样 他也觉得 我跟你交朋友 你这个人很怪 然后既然 我跟你交朋友 怎么还可能 跟他那种人交朋友 他觉得他们两个 是完全不同的人 我说他讲的 跟你一模一样 我觉得你们两个 应该认识一下 交一下朋友 奇怪 他说我才不会 跟那种人交朋友 我的朋友刚开始 很多人都是那种 觉得跟对方 完全不可能认识的人 这种人最有机会 交朋友 真的最有机会 交朋友 陌生人要变成朋友 很难 敌人要变成朋友 很容易 因为你对他 已经太了解了 那敌人 他人不了解敌人 这开什么玩笑 那怎么叫敌人呢 敌人就是你了解人 只是你不喜欢他而已 好 这是一个人生智慧 同学 人生智慧 花多少年才修来的一个课程 网络密度呢 一个人朋友的网络 所有可能的联系 这个人研究 美国79%的人交友网络 是彼此认识的 朋友的朋友 也是你的朋友 79%也不是100% 有一个说法叫 六十几位 英文叫做 中文呢 有的翻成六人小世界 有的翻成六度空间 六度空间听起来 太像鬼片了 这个不要讲了 六人小世界 就是说你这世界上两个人 要找到他们最短的认识 大概六个人之间就可以找到 但原来的研究是研究 美国电影明星Kevin Bacon 所以Kevin Bacon演戏也很多 所以好莱坞明星 大概所有人都认识他 或者可以透过朋友认识他 他们当初是这样的研究 是以Kevin Bacon为研究的对象 Kevin Bacon一定没想到 自己在学术界贡献那么大 这个社会网络研究他 就是研究大概六个人 后来就扩充到全世界 大概某甲跟某蚁 任何一个某甲跟某蚁 大概我们在可能找到的 那个联系里面 只要透过六个人 他们两个就会发生关系 就说他认识他 他认识他 他认识他就可以发生 然后前一阵子有两个印度学者 好像我看到报道 我没有看到研究报道 研究Facebook朋友 他发现呢 其实全世界透过4.8个人 反正少于6 就可以彼此认识 所以It'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 所以去迪士尼唱的歌 不是乱唱的 真是一个小小世界 任何人透过任何人 就四个人就可以 就可以就可以 4.8个人就可以碰到 有的人甚至少于这个 就最多多不过这几个 这当然你前提要假定 他的人际网络你都很清楚 可以透过这条线 找到那条线 那条线这样连上去 这样 我在想有一天 要是我都蹲在这下面 然后都照不到我 然后有声音出来 看电视人会觉得怎样 好 那另外呢 全貌就是你所有好朋友组成 在概念上 我们知道有一个全貌 你的所有好朋友 那当然比较像的一个 一个具体做法 就你的电话簿啦 比如说你的电话簿里面 都是你的好朋友嘛 那现在讲电话簿 都是手机里的东西 以前讲电话簿 真的就能厚厚一本的东西 每一次这个电信 就还花了好多钱 现在没什么人领 我们大楼那一次 就是堆了一堆 没有人领 我还说 可不可以拿来当狗报纸 就是狗的那样 那样杀尿的报纸 现在谁还看电话簿 连电话亭都很少 超人都不出现 以前超人一定要到电话亭 才能换衣服嘛 对不对 现在连电线杆都没有了 你知道电线杆对狗 是很重要的 在很多笑话里面 说Snoopy穿越 沙哈沙漠 为什么死掉 人家说可死的 他说不是 因为没电线杆 然后后来发现了 一个电线杆 为什么他还死掉 因为那电线杆倒下来了 狗只能对站着的电线杆 有反应这样 反正那种Snoopy 过这个沙哈沙漠 发明了一堆这种 为什么他过沙哈沙漠 然后他死掉 然后跟电线杆有关 然后就从一个变成 有电线杆 为什么还死掉 然后有电线杆站着 为什么还死掉 一堆 就每一个笑话 就破解前面一个笑话的梗 你知道吗 厉害到不行 全世界就有这么多无聊人 你可以知道 好 那可第一性子 朋友的朋友 彼此也是朋友的可能性 这个听起来像蒋相声 其实你概念上都知道 那同质性呢 就是朋友在族群跟性别方面 展现较多的同质性 白人跟白人来往 男人跟男人来往 女人跟女人来往 没结婚的人跟没结婚的人来往 有结婚的人跟有结婚的人来往 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华人圈很小 特别台湾人来的圈子更小 然后我们是大纽约区 因为我们以各大为主 留学生比较多 那其他念NYU的什么 或其他学校 Q运的都比较少 所以都来参加我们的留学生活动 那那个圈子就是这样 你发现 结婚的人会有来往 有小孩的人 彼此会有比较密切的来往 那单身的人会跟单身的人来往 比较多 这是生活方式的不同 层级 后来当然还有蓝的人会跟蓝的人来往 绿的人会跟绿的人来往 所以你就看到一堆那种纳美人 跟纳美人来往 然后那个过交通号制的那个小绿人 跟小绿人来往 绿的人 蓝的人还有 不只纳美人嘛 还有那smurf也是蓝的人嘛 好 那层级 78%的美国大学认为 友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那我就要建议大家 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就是要有一个朋友的身份在里面 另外呢 平等关系 影响的关系的满意度 情感的亲密度 喜欢以及自我揭露 这平等关系是非常重要 谁要拿 拿撬自己的身份 好像觉得自己是很重要的人 那这个 把人家看不起 这个大概在现代社会很难了 那互动过程呢 包括行为的过程 他就研究 他就研究离大家很远 年纪大了 住在年纪相近的 安养社区里 美国有老人公寓 台湾 在地宰人酬也没这个东西 台湾一直没有老人公寓这样的事情 各位如果有亲戚在美国 那人年纪大 都不会跟小孩住在一块 很少 很少 那不住在一块的人呢 都会被小孩送到老人公寓去 那那边有人供饭吃 有人注意他的饮食 那还有可以探望 他也可以有自由进出的权利 那美国政府有补助一些东西 要做老人福利啊 你去美国看看就知道 到德国更奇特 本人在1997年 暑假的时候 香港回归中国前后 我在德国 德国电视呢都在演 中国片 功夫片 然后全部讲德文 非常奇怪 都是德文这样 你觉得这个 德国人没有字幕 德国人全部改配音 听说法国电影也是这样 法国的美国电影 全部配法国音 没有字幕 字幕概念其实是帮助很多人的 文字的学习 很多人到台湾来以后 觉得台湾制度很好 因为讲中文都还有字幕 我们的电视都有字幕 中国大陆有些没有字幕 没有字幕你对学习不方便 认知不方便 台湾这几年认知那么程度高 跟这个电视有字幕 不要小看这件小事情 因为那花很大时间制作 那很多国家后来都学习 你看那个有些学语言的 就把那个买字幕机 然后去下载那个字幕 那真的相对对外国人 对那种想学习 这是很重要 对当地人当然不一定有这个必要 但是你现在永远不知道 谁在看 总而言之啊 我去拜访我的亲戚 在一个柏林的边缘地区 那他住的地方呢 就有一栋公寓这样 那平常都是矮房子 就有一栋公寓 我说这是什么 然后那个地非常的缓坡这样 他说这就是老人公寓 他们这边的老人公寓 我说老人住在这啊 不住在山上 不住在山上 不住在人机罕至之处 我们的老人 老人家老人家 全部在这些 一般人不会在的地方 他们就住在一般人在住的地方 他对他就住在这里啊 照顾方便 进住方便 然后那个都是坡道 没有楼梯 没有楼梯 因为一般人也可以走坡道嘛 我们就选最小公约数嘛 什么之类的 还是最大公约数 最小公倍数 什么的 你都懂我的意思 就是反正有坡道 大家都可以走 你有楼梯 脚好的人可以走 脚不好的人 楼梯是个麻烦 缓坡 住在人的环境里 不会远离人群 我们台湾远离人群 他们社区里面还有一个墓园 台湾的坟墓 听起来都很spooky 你知道吗 硬生生的 人家那墓园开放的很 漂亮的很这样 所以你会跟死亡接触 跟老人接触 你会跟小孩接触 你就不会觉得 那个离你生活很远 我们现在很多事情 都离生活很远 所以一旦碰到那种事情 你会觉得很奇怪 他们就不会 所以我从那回来以后 就奇怪了 为什么我们的老人 都被安排到很远的地方 为什么老人不住在 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里 比如现在都有里长 很多房子是空的 其实每个里长都应该 在社区里面找一个地方 让社区的老人 白天能够来这里 供一顿饭给他吃 帮他检查身体 然后让他能看到别的人 然后如果有小孩 还可以看到小孩 老人看到小孩 心情会非常的好 你把老人关在一个养老院 他就是等死 那个谁愿意呢 他也没犯罪 何必这样 所以为什么不能够把健康的老人 或者行动基本上可以的老人 放在社区里面 让他跟社区的其他人有联系 放在庙里面 每天大家去庙里 或带他到那个什么教会 或者带他到公园 看怎么样的公共空间 都可以让他觉得他还活在这个社区里 活得比较愉快 我要老了我希望是这样 我不希望我被关在一个地方 然后哇 很好的养生村 然后怎么样 然后远离人群 我反正将来要远离人群 你干嘛现在叫我这个实习远离人群吗 住在那个云上面 我将来就住在云上面了 我一直不能想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 很多官员出国考察 我不知道在考察什么 我只是出去做一个进修 我就注意这到底为什么是这样 德国柏林公车采取荣誉制公共系统 不用买票 你自己买票 不用检查票才能进出 他的捷运呢 你自己就走过去就上去了 有月台没有查票的人 就上去了 然后有检查票的人 就是那个抽检的人 我在那边两个月 最后一个礼拜终于碰到 我高兴得要死 不过刚开始我以为是抢劫 因为我德文没那么好 那我们坐在一辆那个地铁上 然后就来了几个人 因为穿便服 就都堵住门 大概来了四个人五个人 然后就 我们看那个德国电影看多了 就以为纳粹你知道吗 这真的是错误印象 错误印象 然后在那边 然后这发生什么事呢 看抢劫不像抢劫 我们在纽约待过 抢劫看过 这不像啊 然后就说 然后就看到第一个人 就把票拿出来 我说啊 验票的 我就跟我太太说 验票了 没事 验票了 你就来验 好高兴 因为我们都有票 然后就验过去 最好好像说了一声 对不起打扰大家之类的话 因为看到大家脸上都带着笑容 就过去了 就抽查票 其他时间你完全不用 你就月台 然后什么公车来 你就砰就跳上去 然后什么叫低底盘公车 各位知道吗 你以为低底盘公车 底盘低吗 嘿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低底盘公车的意思是 公车底盘跟人行道 是一样平的 你听懂了吗 所以坐轮椅的人 从那个人行道要上公车 只有一点点小小的bump 就是他会 他会那个样 是平的 今天台湾你看 就那个坐轮椅的人 怎么上公车 而公车司机得下来 拿一块铁 是不是 然后搬出来 他就呜呜呜滑上去 然后公车司机再把板子收进去 然后再讲 纽约在我念书的时候 三二三十年前 公车会 倾斜 然后呢 有一个机械 公车司机下来操作 有机械 降下来 坐轮椅的人 上去 固定了 上去 后面有一个空位 像现在我们有些低底盘公车 也有空位 你什么时候看过坐轮椅的人 在那上面 那变成大家站在那边比较舒服 对不对 那哪有是轮椅站在那呢 我从来没坐那么久公车 什么时间我都坐过 没看过一张轮椅在上面 到在德国在哪里 我都看到轮椅在上面 在纽约我也看过轮椅在上面 所以那是真的有轮椅在上面 OK 台湾 也许有 我不住在那一区 所以说低底盘公车 大家没见过世面 我到德国说 哎呀 为什么叫低底盘公车 第一个上真的比较方便 第二个真的跟人行道 一模一样高啊 我刚才还以为会有例外吧 没有例外 还有德国公车司机很厉害 他开那个公车 接近那个人行道 非常的近 我们台湾的公车 有时候就看他的那个 有时候很远 有时候你脚还得这样跨一下 德国公车司机 我见到了 没有一个需要你跨的 你就算不胜 都不可能两脚 塞在那缝里 这个就像捷运的训练一样 捷运司机 永远可以把车子开到那位置 对不对 这是训练嘛 你说捷运司机 比公车司机高明 我不相信 这是训练啊 台铁司机就没这个力量 台铁司机每次站 我每次站在室那边 然后那门就 你坐台铁跟坐高铁 你就觉得判若二 高铁跟台铁司机 都没有捷运司机厉害 捷运就晃在那 他就在那 对不对 我刚开始觉得开什么玩笑 怎么会停在那呢 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例外 我佩服捷运司机 这是训练问题 台铁司机跟高铁司机 我一点都不佩服 我一点都不佩服 因为他不会停在那里啊 而且那门都好小 然后每次都紧张 吱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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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多小小 台湾将来有很大进步空间 有些大陆人来 我上次接待的人 他就觉得台湾人很有礼貌 台湾干净什么的 我们都不觉得 但是别人觉得 显现出来我们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那我最近看一个大陆电影 也得了奖的 叫做神探亨特章 演北京的那个故事 北京人一般人 他不是那种美化的 怎么吵架 上公车不让什么之类的 反正什么样的故事都有 我看得非常的高兴 这个就接近写实的电影 不像大部分电影 都是基本上不识人间 然后这个电影最妙的地方 它叫神探亨特章 没什么大案子 没什么大案子 你刚才看说 是不是办了一件什么 非常怪怪的 阴谋很大的一个什么 乱七八大案子 没有没有 没有大案子 就是生活中小拖小片的关子 但是真的拍得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让你看到贴近人民的生活 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大陆人那个样子 那他真的是不怕把最丑的这放出来 也不怕把那种人民的声音告诉你 他为什么去偷 他为什么去骗 他为什么 他有讲出他的道理 然后警察是怎么做的 我蛮喜欢这部电影 推荐给大家 他这次奥斯卡得 不是奥斯卡金马奖得奖 我觉得还蛮好的 蛮好 学到不少东西 好 回到这里来 所以养老院的人会一起玩牌 吃饭 参加机构主办的活动 还有谈话 那他们会谈什么话呢 会提起八卦 老人也很喜欢八卦 情绪的问题 老人有时候家人不来看他们 或什么会有情绪的问题 还对友情跟爱情的期待 还有朋友间的冲突 美国是个民族大熔炉 所以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有一些会有些族群的差别 但他又强调族群要融合 所以这个 有时候会碰到这不同文化的冲突 那很多人避免提什么 避免提性生活的问题 那美国人那么开放 还是避免提性生活 避免提出对朋友的真实看法 避免做出偏差行为 这是基本的社会礼貌 那朋友之间谈话呢 预设很多背景假定 很少质疑对方 更多自我揭露 然后特别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会如此 你就不要再批评你的老朋友 老朋友没什么好 大家都太熟了 就别说什么 好 那朋友之间使用比较多 非语言的沟通方式 老人家呢 会多点头 同意 或同意声音 嗯 像这样的 嗯 这个就是 那日本人用的声音特别多 我有一本字典 专门在讲日本人 写成英文的 日本在什么场合 用什么样的 泥声字 这个大概是全世界 少数多 用泥声字 那字不能用错 我们中国最复杂的 就是一后面要接什么 单位名词 一匹马 什么一个人 一条鱼 这老外回疯掉 干嘛 那么多 我们连中国人有那些搞不懂啊 我们那天有人说 那一只马这样 就被有一个老先生说 那不是一只马 是一匹马 那不是一吗 不是二就行了吗 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啊 对不对 一头驴 一匹马 为什么不是一匹驴呢 一头牛 那马有头啊 连中国人都搞不清楚的 这种 真的英文就one 就解决了一切 对不对 所以每个文化 有些每个文化复杂的地方 所以老外学中文 最讨厌的就是 这一后面要接什么 不讲错 人家也不会怪你嘛 你老外嘛 这是老外的privilege 你可以讲错 我大学教授讲错 那人家就摇烟 台湾的文化没救了 大学教授都搞不清楚了 台湾的文化 就是因为大学教授 搞不清楚才有救啊 大学文化 大学教授都搞清楚的话 那大学教授做的事情都对的 那就危险了 大学教授跟仁义 什么做事都把它做过 同意声音 比较少身体的碰触 凝视跟沉默 那除非得了失语症 不讲话 好 那你可以看看 如果在正常朋友之间会怎样 那异性朋友之间的研究 有人研究 一半以上的美国大学生 跟自己的朋友上过床 真是伟大的美国 一半以上的美国大学生 跟自己的朋友上过床 虽然电影拍的话太晚了吧 这是两千年做的研究 跟自己朋友上床这件事情 我坦白跟你说 我是觉得很难想象的事情 如果真的只是上床睡觉 那这个到外面露营都发生过 那这个不是大事 如果上床不是为了睡觉 这事情很特别 尽管他们的朋友跟别人约会 或是已婚 照样上床 这照传统的说法 淫乱啊这是 好 第二个 大部分的被研究人认为 发生性关系会增强友谊 淫乱啊这是 发生性关系会增强友谊 这真的是 这怎么说服我呢 我觉得我很难被说服 各位同学如果被说服了 我就很怕你们以后交朋友说 我们交朋友吧 我们会增强友谊一下 今天晚上 这怎么化呢 这段会不会被剪掉啊 可这是研究结果啊 怎么办呢 好吧 看他们了 这我不管 万一没有这句话 你上课就值得了 懂吗 有这句话放出去 你上课就不值得 别人都听到 不来都听到 好 那这个 我没写错 大部分的被研究者认为 不是表示真的 他们认为 不过你要访问男生 那男生一定想认为 我是跟他这样强友谊吗 是吧 好 那接下来 这个Reader 这两百 两千年的研究 大部分学生没有跟异性发生过性行为 你不跟前面人杠 他说有一半 你说没有 这研究怎么一回事 有时候社会的研究是这样 因为研究的团体不同 你可能刚好研究到 都是基督徒学生 那当然没有了 开什么玩笑 你可能研究比较保守的地方学生 那他当然没有了 你研究都会地区跟那会有差别的 好 还有你碰到那种爱说谎的学生 那当然也没有了 懂吗 好 就算他们被对方吸引也不会追求发生性关系 你看这两个报告差多远啊 你要相信谁啊 这很困扰 所以我们通常只能两个病程 所以有人有这样的研究 有人有另外一个研究结果 那至于哪个是实情 不知道有待于后续更大规模的研究 这听起来像是很不负责任的话 其实也是实情 好 那接下来另外他们研究 大人表达友谊的方式 最常见 这没有区分性别 就是轻拍 嘿 拍 台湾也有 轻拍 或摩擦 摩擦是干嘛 不太想要那摩擦 我只看到那个不是球吗 林书豪要进了球 就跳起来跟人家顶个胸部嘛 对不对 那这个 那一般人不会这样嘛 会吗 朋友打招呼 顶多就这样 high five low five 这我大概可以知道 摩擦 不知道 不常见的动作 轻吻 那那个欧洲人 见面是轻吻的 吻脸颊的 把手放在对方的肩上 或腰上 这是不常见的 靠在对方身上 那高中生很多人会这样搞 台湾的高中男生 极度无聊 那时候阿鲁巴那个事情 到现在 跟阿鲁巴很奇怪 到大学就没人玩了 你说大一玩阿鲁巴比赛 你试试看 没有啊 照道理应该有大一阿鲁巴比赛 对不对 这样比赛一下 天龙国人比较厉害还是什么 然后看能阿鲁到 阿鲁巴到什么高度这样 什么境界这样 我们可以把它抛出去以后 还能接下来什么之类的 各位千万别做的事 这有重力加速度的问题 那接下来你会腰椎受伤的 好 另外一群人 这个人叫英格兰 不是国家 是那个人的名字 还叫Spitzburg 意义性朋友之间会经常彼此挑逗 然后借此让自己 及朋友感觉到自己的吸引力 但不会伤害到友谊 我真的觉得美国人蛮特别 这个研究也蛮特别 挑逗不会伤害友谊 这大概是美国人所谓的暧昧 这样 我们在台湾 这个大概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好了 接下来情感过程 大部分人对友谊的满意度都很高 表示朋友交得不错 这个我绝可以认同 前面的研究 我几乎都不能认同 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第二 大部分的朋友呢 都共同参与休闲活动 像我们台湾现在这几天那么冷 对不对 朋友之间最大活动 去吃火锅了 麻辣锅 这大概是最近最常见的活动 去吃冰淇淋了 你真是蛮特别的人 你真是蛮特别 我们昨天去吃火锅 我跟社团的人 就是这个社团的聚会 结果晚餐的点心里面 竟然真的有冰淇淋这样 然后有人说 孙老师 你应该是吃冰淇淋的那种 我老师感冒还没好 我还吃冰淇淋 我如果真的没感冒 我就吃冰淇淋了 可是我真的感冒了 所以就不能吃冰淇 心中吃冰淇 好 那另外呢 大部分人对朋友的满足 自己需要的效益都很满意 表示我交着朋友交得不错 我的一些需要 他都能够满足我 而且呢 有这种礼尚往来的关系 朋友之间就是 台湾话就好凶好凶嘛 你帮我我帮你嘛 鱼帮水 水帮鱼嘛 这就是朋友 那认知过程里面呢 朋友彼此也熟视 并且多半能知道 对方的感觉跟喜好 你是他朋友 你还不知道他吃锅 喜欢吃什么锅 那你们这认识太浅 你是他朋友 你就该知道 他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尤其这是老朋友 连那个重庆给我写信的 那个写email的女孩子 都知道我喜欢吃蛋糕 你看他看多认真 然后都说 孙老师啊 你真的不该再吃蛋糕了 然后就说 其实你也知道嘛 不是嘛 这是来劝我减肥的 还是来干嘛的 我好 看听完 看完以后 觉得好感人 你觉得 树妹平生 竟然关心到我的健康 真的是不得了 我希望他接下来 不会卖我什么健康食品 那样就尴尬了 好 另外呢 朋友也会查 这些彼此之间的问题 那朋友 从你的一言一言 知道吗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呢 发什么事了呢 我上了爱情社会学 上爱情社会 怎么会这样呢 老师给我的一个回答 我发现我没这样想过 你可能有变化 人家会发现 好 或者说 我今天没去上爱情社会学 我觉得好失落 我每个礼拜二 生命中最后十二堂礼拜二的课 我这本书写不出来 因为有一堂课没去 这堂课摆在礼拜二 有它的深意的 懂吗 就希望各位能写出 最后十二堂的礼拜二的课 因为我们是十七堂 最后十四堂 是不是有人撬了两堂 对不起啊 我大概撬了两堂 那个真的是一本很有趣的书 第一个 那个老师是社会学家 我们念社会学的 没有一个人知道 那老师是干什么的 那不是一个有名的社会学家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那是一个 普普的社会学家 结果他学生帮他写以后 他就变成好像很有名的社会学家 然后我以前看 我发现他没讲什么 社会学的道理啊 他学生写了 这本书就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书 还拍成 什么Broadway的秀这样 他那样都能拍 但我死后再还得了 这根本就庙会的戏了嘛 对不对 连着365天演啊 每天演一出 跟小丸子一样 孙老师永远不会结束的 最后的星期 没有没有最后 星期二的课 买得不得了 至于小丸都神圣到不行 这样怎么讲得下去了 下课了 讲不下去了 各位 保暖 注意保暖 不要感冒了 我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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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